HELLO 大家好 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前陣子我在看人家手遊實況的時候 就看到聊天室有人問說 欸台主你用哪一款擷取盒啊 那那個實況主回答了之後 我就上網查了一下 一台大概是要三四千塊的 我就在想說 這個三四千塊對於一個剛想入行的朋友 可能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那有沒有可能用更低的價格 就解決實況的問題 於是我就到蝦皮茶 那真的給我找到了一些有趣的東西 然後我就花了一千多塊把它買回來看看 那我等一下也順便教大家 如何用手機做實況 那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開始吧 夏標的當天就出貨 這兩個賣家還算是蠻有效率的 這個手機的螢幕傳輸鍵配色也太像以前的壁池了吧 紅黑的配色 要是再印個壁池的logo 我還以為是從原廠出來的東西呢 這邊還有一張漫畫的折價券 那觀眾就自己先搶先贏啦 這張是不知道丟掉 再來是視訊擷取盒本身 把它打開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首先看一下擷取盒本身 它有一個USB口 然後一個聲音的輸出 然後以及一個HDMI輸出 再來是一個5B的供電 然後HDMI的輸入 然後還有麥克風的輸入 那這個擷取盒 它本身寫著支援1080p 30fps的輸出 那它4K輸入的意思就是 你的輸入來源可以是4K的影像 然後輸出到螢幕那端 也可以是4K的影像 但是它錄製的畫面最高就是1080p 然後30fps 接下來來看線的本身 線的本身有三個接頭 一個是Lightning 然後一個是USB 然後一個是HDMI 那這條線的話 USB供電的部分是一定要接上才能做使用 第一次接上的時候 它會問你說 要不要信任這裝置 你就按信任 然後輸入你的手機密碼 那我實測的結果是YouTube可以順利播放 但是Netflix這種 它就沒有辦法透過投影播放了 那還有要注意的一點 就是說 這裡把它上滑 在這個本來是AirPlay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千萬不要按下停止鏡像輸出 如果按下去的話 你的手機就一定要關掉 然後再重新開機 才能做再一次的輸出畫面 那接著我們就來進行直播的教學吧 首先我們要進入YouTube 然後點選頭像 YouTube工作室的地方 按下建立 進行直播 那第一次直播的時候 它會要你認證 那你把認證程序都做完之後 它就會跳出這個 將在24小時內準備就緒 也就是說 你第一次認證完要隔天 才能開始進行你的直播 時間過得非常快啊 幾天就過了 那我們繼續我們的直播教學 首先我們當然是要打開我們的OBS 再來我們要開YouTube 那我們進到YouTube之後 在右上角這邊建立按下去 然後按進行直播 那通過審核之後你就會到了這個畫面 那接下來我們的重點就是這個串流金鑰 我們打開OBS 然後按下設定 然後串流 那服務這邊的話 一定要選YouTube或YouTube Gaming 如果你要在FB直播 那就一樣是FB Live 那它預設的話 通常都會是Twitch 那我們就選YouTube 然後串流金鑰的話 就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在串流金鑰這邊貼上 通常這個串流金鑰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只要設定一次就可以了 那假如說你之後會沒有辦法直播的話 你再重新複製一次串流金鑰就可以了 然後按下套用 然後確定 那藉著這個串流金鑰 它為什麼不顯示出來 原因就是說 當別人拿到你的串流金鑰 它一樣可以直接在你的平台上面做直播 所以記住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串流延遲看你要選什麼 假設你在玩如實戰技好了 這種不能被偷看牌的 你就可以讓延遲久一點 那也就是一般延遲 延遲越久的話 你直播出來的畫面其實可以越好 那低延遲的話就是 你在玩一些比較即時的啊 或者是 你想跟觀眾聊天 就可以選低延遲或者超低延遲 那我們就以低延遲來做示範好了 那我們剛剛OBS都設定好了 都設定好之後我們要在來源這邊 然後加入視訊擷取裝置 也就是剛剛我們所用的擷取卡 點下來之後確定 那擷取卡 它基本上它就會有一個預覽的畫面 那這邊如果你有視訊鏡頭的話 你就要在裝置選擇你的擷取卡 不要選到視訊鏡頭 那如果你想要你的自己的視訊畫面 那你等一下再加入一個視訊鏡頭就可以了 我們把它拉到一樣大 接下來我們就按開始串流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YouTube這邊 就已經顯示我們直播中 然後你的連線品質如何 在直播的時候有一個非常需要注意的點 就是設定這邊 然後輸出這邊 這影像位元率的話 當然是越高越好 但是你設的越高 你的網路需求就會越高 所以如果你的網路像我的一樣沒有很好的話 這邊就不要設到太高 那9500是之前我在測試的時候 他建議我的 如果預設的話應該是2500左右吧 那你就把它調到9500 等一下確定 那現在你就可以看到我們是在進行直播 順利的開始直播後 那我們重要的當然就是把直播分享出去啦 首先我們就按分享這邊 然後複製我們的網址 接下來開一個無痕視窗 然後貼上 我們就可以看到其他人看我們玩的畫面 那我就隨機找個高手跑層高的畫面來看看好了 那再來我來教大家一些直播的技巧 比如說在場景這邊 我們可以再加入一個場景 然後叫做場景2 那我在新增這邊點下去 再來是文字 例如說我們常看到有人說訂閱目標 譬如說兩百分之一百 那你就可以加在這個文字 然後按下確定 那文字這邊你就可以打 譬如說 呃 訂閱目標 然後 一百 兩百 好 你就按下確定 那你就可以把它用在這個上面 可以看到直播這邊還要顯示出來 那再來我們也可以新增一個圖片 圖片的檔案 就瀏覽 我按下確定 那一開始這圖片會太大 我就把這個圖片拉小一點 然後拉到你想要的大小 那原本自被蓋過的話是因為它變到底下 我們就壓住 然後把它往上拖 就可以了 那當然也可以按這個上跟下 做調整 然後譬如說你想要跟觀眾聊天的時候 你就用場景2 那想要繼續給觀眾看遊戲的話 你就再點選場景1的部分 點下去之後它就會有一個 淡入淡出的轉場 那轉場的特效在這邊可以調 不過它預設就是只有兩種 那按下加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 譬如說 滑出 好隨便 就按下確定 那我再看一下效果是怎麼樣 最後如果你要結束你的直播的話 那你就直接點一下停止串流 那你的直播就會馬上結束 整體而言 我還是對這次所購買的線 還有揭取盒還算滿滿意的 1000塊左右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我覺得算是物超所值啦 那今天的直播教學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不妨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們 想看更多的開箱以及分享 可以到我們的Enterbox頻道去看看喔 那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